愛惠家最近劇情大反傳 觀眾最均動的一定是她們 Rebecca臨結婚才被人飛是可憐的 不過舊的不虛,新的又怎麼來呢? 如果以下人選和她組成新的CP 又有沒有想法呢? 率先出場的有佳叔 佳叔不只是咖啡老闆 還是大龍山的弟弟 身家背景有這麼多次之餘 而她的嗜好除了咖啡之外 就是… 菠蘿牛,真棒 其實Rebecca應該懂得做不止100道菜之餘 又懂得做腳底按摩 看來她和佳叔應該有得想 略嫌年紀大了? 那她們又怎樣呢? 雖然她們其貌不揚又很難溝通 不過一旦相處下了 自然發覺她們性格隨和又不計較 而前提是你只要做到一件事 甚麼事? 鍵盤 CPU 只要你可以準備分到她們 誰打誰了 相處就一定沒問題了 如果她們通通都不適合心水 我們最後還有她 作為一個專業醫生 有學識、高收入 又是專業人士 而且年齡背景這些客觀條件 完全滿足了Rebecca的要求 還有主觀條件加持 一定沒得輸 正所謂前面是絕路 希望再轉角 希望Rebecca快點找到她的白馬王子 看見吧 親愛的玲玲,你好嗎? 我很好,亦很掛念你 自從年輕的那天開始 心動的感覺如影隨形 這段日子,我不斷找你 終於… 黃天不負有心人 原來是你 好嗎? 我不是一位 好嗎? 谢谢大家